大家好 看今天这天气啊 刚才看天气报 说是今天1点 下午1点开始 有50%的这个 几率开始下雨 晚上5点的时候75% 所以今天晚上呢肯定要下雨了 你看这天都开始 云彩都出来了 这么浓浓的云彩 但是那个空气还是很好的 很舒服很湿润 今天 说点啥呢 说点这个 想起来这个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呢 这个事实际上 就是说 小的时候呢 如果小时候跟别的小朋友 发生争执的时候 我觉得在我感觉里头 在我的这个 这个范围 认识的人的范围里头 很多父母亲呢一般来讲呢 第一个事我们就是先谴责自己的孩子 你怎么出去给我 给我闹事了 你给我闹事了 我小的时候就是经常被冤枉 就是根本不是我先闹事 结果我回到家里 就给我说一顿 有的时候明摆的事 别人想挑剔事来了 你跟人发生争执了 回到家里还是 被这个父母亲谴责 所以后来呢我 我当了父母亲 我当了母亲了以后呢 我就选择 我当时小的时候就想 我将来要当父母亲 我绝不会这样的 后来我就真是这样 后来呢就是我自己有孩子了以后 我这三个孩子以后呢 如果任何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他们不高兴了 回家里给我讲 出现啥事了 我是第一相信我的孩子 绝对相信孩子 你们肯定是好孩子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好孩子 对吧 那就是 然后呢听他讲这故事 讲完了故事去解决这个故事 解决这个问题 让孩子高兴 就是说你 也可能我这个是我们东北人讲的 这叫互毒子 我就是这样的啊 我认为这样是对孩子有好处的 就是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小的时候 我女儿老大在 刚到上一年级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她是没学过 她没 我没给她送到幼儿园 就在家里头 然后上了 上这个随前班 然后就 就上一年级 然后呢 当然她的英语是 一开始是跟不上的 跟不上以后呢 她就肯定有听人家说话 什么听不懂啊 什么的 她也很努力的也是 然后有一个男孩子呢 是一个混血的孩子 她就在课堂里头呢 故意的去开 在公众场合开我老大玩笑 开她玩笑 就是用英语的方式来开她玩笑 因为她不懂她在说什么 她就开她玩笑 然后大家就笑 她特别生气 回到家里来了 我估计这不是第一次的 然后呢 是一年级的时候 是很小的时候 然后我 我老大回来跟我讲 以后我就 上学校去了 实际上那时候学校啊 是有那个 有这个方针的 就是有策略 她是不让家长跟孩子直接去 实际上我也是一样 我们她写了一封信给老师 说我们孩子 有的孩子来欺负我家孩子 然后这个老师就 就说啊那我已经跟她讲过了 但是讲过以后她又开始说这个 我就回去问我老大我说你怎么样了 她说她她说还是这样说我啊 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跑到学校去了 在学校那个下课期间 我就问我老大哪个事 她告诉我哪个事 我一下就把她逮住了 逮住了以后我就给她 逮住了以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 说些啥事 你跟你说我孩子 我说我告诉你啊 我就告诉你妈妈 她说我没有说没有说 最后 我告诉她 我说你要再说一次 我就告诉你 我就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的妈妈 从此以后她再不敢了 我说你要跟我女儿去道歉去 她说可以可以我去给她道歉 完了这事就过去了对吧 学校就给我写了封信 说你这样做的不对 你不应该直接跟那个孩子去那个 去讨论有话的话 你可以那个找我们 但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根本不在乎她的 然后她就可以她这事问题就解决 要把事解决了 从此以后她再不敢说这些话了 还有那个我老二那时候小的时候 他们小的时候去去搞这个管交通 一个小一帮小孩子 早上起了小孩上学的时候 他站在那拿着拿着旗啊 管着小孩啊一起 就是指导小孩过马路 然后呢我老二小的时候 儿子小的时候他个儿长得特小吗 特瘦 然后这小姑娘呢 就来跟他开玩笑 就说他 说怎么怎么啊 你像小姑娘似的怎么怎么样 我老二小的时候 就怕人说她是小姑娘 拿着那个杆子碰下 就捅着那小姑娘后背了 那小姑娘就告到学校去了 然后上学校以后呢 就去报告校长 校长就给我儿子谈话 那时候还是小学五年级好像是 然后呢他就去谈话 谈话以后呢也找到我了 找到我了以后呢 我就问这情况 我儿子给我讲 他先弄我的 他先弄我的 那我跟他讲 那你不能捅人家 我说你不能捅人家 你捅人家给你捅坏怎么办啊 你那个大棍子那么重 对吧年龄那么点小孩 然后但是呢我说你可以去 放学了以后 已经朝他屁股上踢啊 朝他屁股上踢 没人看到的时候 实际打了一顿 然后那个 这个 然后这个 我就给这个妈妈打电话 给这个姑娘的妈妈 我跟他先道歉 我说你对不起啊 我这个孩子 不懂事啊 把这个 但是就是 把你这孩子捅了 他说怎么样 他就不高兴对吧 那我就跟他说 他是个白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但是 但是我跟你讲 这事的原委是怎么回事 你姑娘先 骂我儿子的 说难听话 我儿子他不懂事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他就朝你捅 当然他捅是不对的 但你女儿骂人也是不对的 对吧 哦他一听是这样的呀 他就开始 哦他说那赶快 就叫我要叫我女儿 给你儿子 赔礼道歉 他女儿就跟我儿子 就赔礼道歉了 所以这事就解决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 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做父母亲 咱们中国人 父母亲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啊 那个先谴责自己的孩子 最后让自己孩子很不搞情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 学校的什么 有时候动枪啊 动什么 就是有时候的孩子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父母亲一定要进入到里去 就是要把这些事情搞明白 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你再解决这个问题 省着你呢 叫孩子受委屈 就这么回事 你知道你自己孩子是好孩子 所以你要相信他 他一定是 是好孩子的 所以说他 就是 Good morning 所以说你不要去 这个 不要去那个冤枉自己的孩子 就这么回事 不知道会不会 帮助大家 就是 考虑一下 如果有孩子的话 不管是多大的孩子 先考虑一下啊 那个 这样的话呢 我是觉得会帮着孩子 好多问题解决的时候 他没有被他冤枉 你冤枉了以后 他孩子好生气啊 我现在都 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被冤枉的事 我现在还记着呢 所以说我 我觉得咱们做父母的都要 相信自己的孩子 解决 把问题给解决了 不要把这事憋在那边 不管了 他就是孩子 叫他去No去吧 不行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说 一定要碰到孩子 碰到问题 帮着孩子解决 然后呢 教孩子怎么去解决 当然你要教他了 后来呢 我不是说总去护着他了 他们长大了以后 都自己解决问题 并且他们还害怕 我就帮着解决 一碰到问题 他们一说什么东西 我就要去解决 他们就害怕 妈妈不用去解决 我们自己可以解决了 所以说慢慢他们都会解决 但是你要教他们 有问题一定要收到 不能憋在心里头 憋在心里头 这不行 好了 明天就到这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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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